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林冠 想到健康 健康这个传统美味的台菜 是很多人一生的家乡味 可是偏偏传统的烹调跟料理 有的时候真的比较隐藏着 健康跟慢性病的危机 那怎么样健康生活 健康做经典台菜 待会我们这一集的健康好生活 就要一一来分享 好 今天朋友们一起分享的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刘伯恩医生 大家好 下一次体诊室的医生好朋友 田之学医生 大家好 下一次中医师的医生好朋友 陈小萱医生 大家好 再一次肾脏科的医生好朋友 陈俊宇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阿芳老师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台菜王子 也有出台菜经典书的 黄景龙师傅 大家好 我刚刚讲很多台菜 是很多人一生的家乡味 传统味或者阿嬷味 那这种传统的美味 事实上是很珍贵的 不过刘医师要提醒观众们 传统的烹调有一些工序做法 或者原则事实上 是可以随着时间的演变了 那调整的比较健康的 没错 其实我们讲到台式的口味 那我们都从小长大 常常吃这个台式口味 阿嬷做的菜等等 其实就是油啦 汇啦 羹啦 糖醋这些东西 其中有个特色 特别容易下饭 但是我现在讲一个特别 一个疾病叫做新陈代谢症候群 如果你是被医生诊 叫新陈代谢症候群的话 你还是要特别注意 你说这个有什么特别 我先讲案例给大家听一下 那自己的老板 那本身来讲 他每年都会做这个健检 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 这个大家都是流行 去做健检 哪家健检比较准 可是我常发现问题 很多做健检之后 红字就放旁边 反正医生说 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那这老板来讲 身体微胖 大概90公斤 然后本身来讲 被医生诊断说 叫做新陈代谢症候群 那当然医生跟他讲要减重啊 不要喝酒啊什么 那他也听不太下去 重点就是有一次 他们在大年夜 大年夜就是他们在 这个聚餐的时候 吃饭吃到一半之后 突然觉得头晕 站起来就倒下去 倒下去之后呢 送到医院急诊室 那整个人家就是 这个送过去 哇发现中风 那中风来讲 是梗塞经中风 哇那这个整个在过年 就在这个医院过去了 出院之后来讲的话呢 那后来因为他本身来讲 还是因为超新他的公司嘛 就还是一样 应酬 然后医生给他吃药 可是还是依然顾 他还不是注意食物 还是常应酬 第二次是心肌梗塞 过了四个月 心肌梗塞后来送到医院的时候 然后呢 那个后来他太太真的生气了 因为他在家务病房 放了两根支架 然后出来 他真的痛厉是痛了 他后来拿他的报告给我看 我看他追踪他前面五年 前面五年来讲 几个报告都是高 血压高 胆固醇也高 三酸甘油也是高 那他看半天说 还好我血糖不高 我说问题是你已经三个条件了 问题还有一个 那个腰围很宽 各位知道 当你被诊断叫做 吸引沉带肌梗塞 五个条件 第一个腰围 我们常常也腰围 对不对 这个男生如果说是90公分 女生80公分以上 就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是血糖 如果你空母血糖 到100就第二个条件 第三个就是我们胆固醇 有一个叫低密度胆固醇 第四个三酸甘油脂 如果你高于100 我就是第四个条件 对不对 第五个就是我们血压 如果你这五个条件 你有到达三个条件 你应就是 新陈代谢症状型的后血人 你就觉得我现在没事 可是一来就麻烦 就是中风心脏病 后来我跟这个老板 我看到回溯他一下 因为他常常就是外食 应酬 大概他很喜欢 吃什么糖醋排骨 这东西 整个就是糖醋羹 或怎么样 很热量高的 以示茬 他这些什么状况都出来 那我跟他讲说 要改变也是习惯 他后来我请他 蔬菜一定要多 那我说你要吃肉 那可以 接着挑白肉一点点 然后那也请他要戒酒 他大概也要调了大概半年之后 体重瘦了十公斤 他人清爽非常多 五个条件 新陈代谢症有五个条件 他摆到四个条件 后来改善到只有只剩两个条件 我说你剩两个条件来讲 就不能叫做新陈代谢症状型的后血人 但是他已经因为 之前的中风跟心脏病 依照吃慢性病的药 不过听大家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 如何吃出健康的 这种所谓台式 才很重要 真的饮食的健康 真的是息息相关 而且田医师在急诊室 看太多那种酒足饭饱 热吉生杯挂急诊的案例 对 像我今天分享一个案例 他是二十八岁的男生 他第一次来急诊 之后就跟我们解下了 非常长期的不解机缘 对 因为他 这不是好事 这不是好事 那我老师成天去看你 表示都是灾难 对 对 急诊之友 这一群人就是像这个先生一样 他是二十八岁 第一次来急诊 他说他上腹痛 那我戴着口罩都可以闻到 有酒味 有烟味 所以我就问他你喝酒 如果上腹痛 又跟喝酒有关的话 急诊医生马上叮咚叮咚 就会想到是胰胀发炎 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帮他抽血 果不其然 哇 他的那个胰胀发炎指数高 肝指数也高 很合理嘛 因为喝酒 我们都知道酒跟肝有关 那 那时候就去跟他解释 说哇 你这个 你这个胰胀发炎 他说 不是喝酒 不是跟肝有关吗 我说 是跟肝有关 但大家不知道 其实胰胀 也在喝酒的过程中 会受到伤害 那时候就帮他排了电脑断层 电脑断层看起来是 轻度的胰胀发炎 那这个很简单 住院都不要吃东西 因为我们只要一吃东西 胰胀就要开始工作了 那一工作的话 他就会更糟 所以就是进食 大概三到五天 然后慢慢慢慢改善了之后 就可以回家 那那时候还帮他验了 他的酒精浓度三百多 三百多的意思就是 如果三百多在他跟我的话 我们可以睡到后天 对 他居然可以走着进来 急诊 可见他是酒国的英雄 对他真的是长期在喝酒 就到凌晨三四点的时候 他说他要走了 我说不是跟你说要住院 我们都在排住院了吗 他说不行 我要去进货 原来他是在菜市场卖菜的 然后凌晨三四点 就要起来进货 我说你这样不行啊 他就签自动离院 我说那你答应我 不要再喝了 他说我没办法不喝啊 因为我晚上都不好睡 那我早上又要进货 我说你真的一定要听 我不要再喝了 就下个月我又看到他 在下个月我看到他 我就背了他的名字了 就这样来了 反反复复几次的时候 最后一次看到他最严重的那一次 是119送他过来 对然后他整个人来 他还是说上腹痛 但是他有低血压 而且发高烧 然后他还呼吸困难 然后整个肺听起来都是水的声音 然后他是那个很严重的 坏死性的胰臟炎 造成多重器官衰竭 所以胰臟炎很可怕 其实可怕就在于这里 因为大家都觉得胰臟炎 好像我住院打个点滴 不要吃东西两三天就好了 这是轻度的 但是重肚子可以死亡 那时候就直接给他插管 然后肚子里面都是浓水 请外科医生给他插管 把那个浓水流出来了之后 然后他的肾脏也坏掉 全身的血很酸 然后肾脏那时候还请 那个肾脏科急洗 对 结果后来他终于弄好了 他很年轻 他唯一的本钱就是他年轻 所以他这样一个大劫难之后 他还可以活下来 但他出院之后 他开始要用胰岛素 因为他胰臟已经烂掉了 没有胰岛素了 所以他开始有糖尿病 而且他已经不再像之前 我第一次看到他那么壮 他整个人就是肚子是大的 因为肝也坏掉了 四肢瘦瘦的 而且还有小苹果 而且还有女生的胸部都跑出来了 因为肝脏坏掉的话 肝硬化跑出来的话 你的脂肪代谢会有问题 会有男性女乳症 然后皮肤会很红润 对就已经不像三十几岁 看起来像是五六十岁 每天都在喝酒的人 我跟他说你要加油啊 还是要戒啊 就再也没看到他了 哎呀那接着下来 我们阿峰老师就要来分享一个健康经典台菜 今天要先教大家烧的是小卷米粉 套地微混 对 还有五味 还是可以烧健康一点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夏天大家要吃清爽一点 对 那我觉得海鲜在台菜里面五味酱 然后你要怎么去处理 可以搭配得很健康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这个小卷透抽这一类的呢 如果除非你是要生草 其他的我都会建议你就是先开一锅水 把它这个烫过 然后烫完之后呢 比如说像我等会要做这个五味酱的 我是把它先切好去烫 烫完去冰镇 它的肉才会脆 这有很多人说 为什么我自己处理的不好吃 你把它洗干净 然后烫完之后 就去直接捞出来 放到冰水里面去冰镇 然后你要煮汤 你要做凉拌都可以 那当然呢 我们因为汆烫的时候 有得了这一碗汤汁 这个汤汁我就会把它留一点点下 不会留全部 只留一点点 等会来当我们煮那个小卷米粉汤的味精的部分 对 那我就先要烫这个米粉汤 你可以看到我今天的 我们这个是什么高汤 高丽菜心高汤 哎呀 妙了 对 就是 菜心不要丢啊 菜心不要丢 就是然后用菜 会有高丽菜甜 对对 事实上我今天是用高丽菜甜 来衬托这个海鲜的这个 鲜美 鲜美的甜度这样子 那我今天用的米粉也是我们国产那个 比较粗的那里 超米粉 然后是没加淀粉的 是百分百的这个米粉 好 超米的 你现在用这个 正在看电视的台中陈太太会问 这哪里买了 不会啊 现在我们的国产的米粉 因为从食品标示规范之后 你就要可以懂得说 你买的米粉到底是真的米粉 还是有糖的 这个超级市场买得到吗 有啊 你网路一划 说我要买百分百的米粉 网路就列出来了 对 那像我今天买的这个就是 100%的这个 大口米粉 然后是没糖淀粉的 这个是超米做的 对 我是用纯超米 以前的这个大口米粉 老板可以熬一整天 为什么里面米的成分一点点 大部分是垫饼 所以它很耐熬 那基本上像我们这一个的话 4到5分钟 它就可以煮到很软很好吃 好 我们要做一个家常版 健康简易五味这样 对 在家里面 我觉得夏天特别食用 对 好 那我今天的五味就会 以前都是套餐 我等会会把它加得比较丰富 来 我做了一些 这个季节的嫩浆 我把它拍剁 有颗粒 为什么到时候这些辛香料 就配着一起吃 放一点蒜末 好 蒜末 然后 姜末 蒜末 辣椒末就看每个人 有的人不一定可以 这个佐料 对 好 然后再来我们要在这里面 我们先放上的有香油 香油 好 这种五味酱也不是 只有特Q可以沾 对 像白斩鸡 白煮肉都可以 它在台菜里面算是 非常经典的一个万用酱 万用酱就是酸的 打油膏 酱油膏 然后乌醋 好 台式的这个乌醋 再来 任何水煮的白煮的都可以沾 对 番茄酱 好 酱油膏 乌醋 番茄酱 对 那其他的其实是 姜蒜跟辣椒 辣椒自己酌量 对 好 可以看到现在 这样子调起来 妈妈在家呢 如果你想要说自己调一个 说我常常用的话 那你可以用小保鲜盒调到这个位置 就把它停了 然后呢 等到你要吃的时候 拿出来再补上一点香菜末 而且这个香菜末把它洗干净 然后冰镇过 好 厉害 厉害 那这个酱料就应该连蒜末姜末一起吃 对 就是要连这些颗粒都要一起吃进来 赞 赞吗 赞 就是你会发现 事实上酱料放进去的量不是多 而是它是要固态的 就是很多的这一些 咯咯哒哒 姜 蒜 根 香菜 那可能你到外面它可能就会切好 然后就这样子 可是我们在健康好生活里面 我就会希望说我们的 营养是比较均衡的 是多元的 所以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 我把所有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小卷已经汆烫好了 再来我的嫩姜丝 夏天吃姜 但你说它是生的吗 它看是生的 但事实上我是用冷开水 去把它做过浸泡 所以它已经土辣 然后它已经回萃 变成像笋丝一样的口感 那这些姜水就不要它 好 再来小黄瓜也一样 看是生的 可是事实上我是用香油 还有一点盐 少许的糖 把它怎样拌过 然后让它出水 所以光这一个小黄瓜都可以当小菜吃 对 它不会是生乎乎的 就是很多的水分 好 再来今天比较特别的 我在这里面 你要拌花生也行 家里面我们国产黄豆品质很好 你可以拌一点点的黄豆 黄豆可能热量低一点 那花生可能热量高一点 但是黄豆这种原理煮熟的口感 非常好吃 很好吃很接近花生 然后我会噴一粗粗 辣椒 嗯 我觉得这个如果夏天更懒的人啊 剥的鹅啊 稍微汆烫一下 也可以 当你这个无味道 对 噴火 然后你把它拌好 然后就把它 对啊 因为小卷 可能还有一些观众朋友觉得 还要切那个 铭花 铭花 切圈圈就好了 不 蚵仔更简单 汆烫泡水 对啦 对 也一样 对不对 我是不是提供一个 更懒的人类的 沙路逊 对 要把它冰镇这样子 对 那你可以看到 这就是在家里面 你可以很多元的 做了一盘 这个无味的一个小吃 好 就凉拌菜 对 凉拌菜 对 好 然后刚好这个时间 好 我们来看我们的米粉 我们的这种粗的 其实就是比较耐煮汤的米粉 对 就是 所以煮熟了之后 它会熬 会有米香 而且让它吸收 我们的汤汁的这个风味 对 好 然后现在它软了 我就开始了 要来开始 我先把这一个 刚刚的小卷高汤 小卷高汤把它放进来 那我底下镯的 你可以看到 我们烫的这底下的镯的 我通常就不再下去了 那所以这一个高汤 就比较清爽的蔬菜海鲜 是 然后再来 我们说三蒸海味嘛 那我今天是小卷米粉 那传统它会放一些 用大骨先去熬一些汤底 但是我们今天我就是比较实质的 就直接用肉片 这个是一般传统的猪肉火锅肉片 对 就是梅花肉的肉片 它们都是一直不断地加盐 可是它只要盐分一控制住的时候 整个血压都掉下来了 喜欢吃种就是拉肉拉 火腿 这种烟熏烧烤的东西 大概在三到四个月 减轻大概五公斤 医生帮它做切片 要它诊断是胃癌 另外就是我冰镇好的 一样跟我做凉拌的透抽 我把它直接吃整支 然后就切平刀 要等到这个米粉汤 都滚上来的时候 我们才放进来 好 那我们等它滚它的同时 我们请教一下陈医师 经典的台菜里头 其实有蛮多烧烤或者炸或者辣 那多次这一类的话 就要小心身体处在一个发炎的状态 那我们之前遇过一对夫妻 因为他们要求子 那因为太太还有那个巧克力囊种 然后卵巢功能又不是很好 所以她很辛苦的一直在做试管 可是这个太太呢 她每次都只能取到一颗的卵 然后就是 然后因为我们胚胎都要受精 那现在因为为了 就是让他们的成功率高 我们都会做那个PGS染色体检查 就那太太呢 就是做了几次以后呢 她的染色体都是异常的 那其实这个太太其实很绝望 她很想说那不要那么累 因为花了很多钱 她想说要做捐卵了 那这时候我们想说不行 因为太太每次都只有取一颗卵 那先生的精虫品质 其实很 大家其实都会觉得说 今天先生可能应该没有问题 结果先生我们想说 那就请他去做一下检查好了 结果先生这个检查 精虫的形态 我们去做了Cougar的分析 以后发现 他的正常率竟然是零 那这个先生 他自己其实是 自己的健康宝宝 他每天都早睡早起 又运动 然后我们想说那他问题在哪里 后来以问才发现 他其实他超爱吃炸的东西 他每天不是薯条 就是咸酥鸡 那后来就跟他说 其实太太这样做饰馆 真的太辛苦了 所以呢就请他 改变他的饮食习惯 因为你这种烧烤炸辣的东西 吃多了以后 身体的自由机会比较多 所以就请他改变这些饮食 多吃一些蔬菜 补充一些抗氧化的食物 那这样过一段时间 他们终于得到一颗正常的胚胎 后来就顺利怀孕了 就是说其实卵脂跟筋脂的品质 完全跟你身体的健康 跟品质正相关 对 所以有时候 我们在求职的过程中 其实可以预测 他们身体的一些状况 好 那同一时间 我们阿邦老师 现在已经煮卵了 煮滚肉片也翻白了 我就把姜丝放进来 这好诱人喔 然后放一点点的 微微鱼露或盐巴来调味 然后最后我们要再放上一点点的芹菜末 还有很重要的 这个就是刚刚老师讲的 其实是天汤汤过 但是不要煮到过了 对 然后要吃的时候再回锅加 对 这样子就可以上桌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喔 我刚才讲就是 糙米的这种米粉 口味到底是好 我一吃完 我觉得它有些把小点干味 全部入进去 以后吃到真的山珍海味在里面 那它调那个五味酱很特别 我刚刚跟阿富汗老师请教说 其实外面有时候 我们吃的比较甜的五味酱 还有加糖 可是我真的觉得说 你这五味酱味道你够了 如果再加糖 会破坏它本来健康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种试试看 那真的是很好吃很棒 那这种是健康的台味 那如果说假设你是不健康的话 每天饮食 很糟糕 那绝对会出问题 所以有个太太是这样 这个太太 她跟她现在是有个工厂 他们经营工厂 那这个太太有个习惯 她从年轻小姐的习惯 就是不吃早餐 她认为一天吃两餐 可以维持美好的身材 她说她是因为这样 才有办法嫁给她老公 她就跟我提是这样子 那后来她结婚的时候 还是这样维持一个习惯 问题是 她中餐晚吃得非常不健康 她很喜欢吃这种就是 这是我们讲 拉肉拉 火腿这种 甚至说这我们讲 就是烟熏烧烤的东西 她比如喜欢吃什么三宝饭 什么那种好腊肉饭 一定很喜欢吃东西 那她现在已经跟她讲很久 所以不要这个样子 可是她说这个东西 而且她以前认为说 这种肉吃多了 还可以减肥 所以她就找中餐晚都这样吃 而且虽然吃得不多 现在问题来了 她有一次就是常常胃不舒服 后来有一次她就是觉得恶心 然后呢 这个大概体重好 大概在三到四个月 减轻大概五公斤 那当然她以前去做过这个健康检查 医生给她提过说有胃幼门感菌 那也要加注意 要去杀菌 她也没去管她 一样去做胃剂 在为了这个 我们在喷门下面的地方 看到了溃疡 就医生帮她做切片 刚才诊断是胃癌 那胃癌是第二期 胃期 然后第二期的时候 一般胃期就帮她做个手术切掉 那还是请她要注意一下 可是她的习惯还是没改 过了三年 那一样不舒服 而且那次她大概有一年多没去回诊 再去做胃剂 哇 那个胃癌又发生 而且往下已经拓展到胃的下面 那个大湾的地方 所以后来医生跟她讲 没办法 这叫全切 而且全切过程当中 她在腹腔做淋巴结定位 好几个淋巴结都有感染了 就是已经转移出去了 然后那时候她骨瘦罗产 因为还准备做化疗 后来我就跟她讲说 你为什么从头到尾 因为我记得我在 她第一次来我就跟她讲 你正要健康的食物 她先生讲说 说不听 有时候我觉得人是非常固执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健康好生活 我一直有社会责任 医生跟大家讲说 你要怎么去吃个食物 人真的不要碰到 我提醒大家 我们在每天吃食物来讲 记得 你每天吃的任何的食物的元素 到胃里面去消化 它会内化成你身体每一个组织细胞 你既然要健康 就从每一餐每一口 进去调整你的细胞 不要等到细胞出问题的时候 再后悔再调整 你非常辛苦的 而且陈石要提醒观众朋友 现代的饮食口味越来越重 那特别是盐分 或者调味料过度的话 会引发相当多的疾病 大家都知道 吃的咸的话 因为那个咸就主要是盐分造成的 吃的咸的话会造成高血压 糖尿病 就大家都知道 也知道说我们要吃清淡一点 但是很多人知道的还是办不到 因为他们根本不晓得 自己吃的东西是含那 就是含盐分量很高的 我就有个案例 那个七十几岁的一对夫妻 他的夫妻其实在我们的主要是控制高血压的 我就觉得很奇怪 就是他血压药从一种两种 我加到三种血压药了 他的血压都还是维持在一百六 一百七十以上 然后我在跟他说 你吃东西就是要清淡 然后多喝开水 蔬菜水果也要多湿 他说我们都有做 我真的煮的很清淡的 甚至那位老先生还跟我 看不论是说他太太已经煮了清淡到 他已经完全不能下胃了 然后我就觉得不太可能 因为我就看到他们的脚啊 其实已经开始有水肿了 尿域里面有尿蛋白出现了 后来我就请他孙子 他孙子偶尔会陪来看门诊 请他孙子把他阿公阿妈平常在家吃的东西 你拍照给我看 就后来下次回诊的时候 一来给我看照片 就不对劲 早餐是吃清淡 可是配的全部都是酱菜 然后我也会 他们也会配吐司 那另外的他三餐里面 三餐里面他都是炸的排骨 然后煎的蛋 然后后来他孙子跟我说 其实他觉得他阿公阿妈吃的很咸 那阿公阿妈跟我说 他觉得一点都不咸 甚至是清淡到难以下味 他其实这很多原因是来自 老人家已经味觉退化了 他味觉退化 他们都是一直的 一直不断的加盐加盐 加到他觉得有味道了 这样子就是刚刚好的 他事实上其实已经是非常的咸了 后来就这对夫妻 我在找营养师来跟他们沟通 也请孙子回去帮忙 再盯着拿一些食物 给他一堆味觉手册 那后来的确他们饮食改善的时候 血压就从160就降到130了 其实威力很强大 就是我们的血压药 用了一堆血压药都压不下来 可是他只要盐分一控制住的时候 整个血压都掉下来了 那事实上我们都有研究做过 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把一天的总盐分 你控制在五颗之内的话 你的血压收缩要可以下降 10毫米拱住 所以其实这个威力是相当的强大了 那其实我们都惧怕说 吃了盐造成的高血压 那到底说我们这些电解石盐分 在身体有没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我们敞碰的食盐就是绿瓦那 然后如果是海盐的话 里面还有一些甲离子 那其实这些电解石是维持我们体内的渗透压 体液的平衡很重要的 然后包括说甲离子 还控制我们心脏的节律这些的问题的 所以当如果我们盐分摄取不足的时候 盐分过低的时候 我们会造成脑内高压 会造成肌肉武力瘫痪 这些都有可能 那如果你吃的过多的话 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会造成高血压 会造成了动脉阴化 也会造成心脏病 冠状动脉疾病 中风还有肾脏病 这一些的问题 那我们会常常会鼓励病人说 你要多吃蔬菜水果 因为蔬菜水果里面富含甲离子 甲离子本身具有降血压的作用 但是在肾脏病的病人 甲离子你又必须要有所限制 所以其实肾脏病人的病人 其实限制最多的 我们要限制他甲离子的摄取 要限制他盐分的摄取 那病人都会说 那我到底可以吃什么 这时候其实我们要找营养师来好好的跟他沟通了 不过基本上大原则 我们要控制血压的话 就是加工的食品尽量不要碰 罐头还有香肠这一些的 以天然的食材为主 碰到很多年轻人二十几岁 就发现糖尿病 然后他才会觉得肚子很饿 就要喝很多又要吃很多 后来就 这症状其实听起来就是典型的 就是吃多喝多尿多 是糖尿病的症状 因为他有喝酒的习惯 但是没有肿瘤嘛 他认为中风是超音波之后 没有肿瘤 就永远是没有肿瘤 直到后来过六过三点之后 他有一次有点黄胆 很快把那个超过看一下 一扫就是一个六公分的肿瘤 股渠师也要提醒观众朋友 天气近见变热之后 很多人爱吃凉拌菜 或者是沙拉 或者是生食 那这个都要小心那种饮食的安全 是啊 像有一次就有一群年轻人 五个年轻人来到检视 把夏天都带进来 因为他们全部都穿泳衣 那只有一个比较健壮的 那个开车的那个 他OK 其他的人全部都是用拖着 然后直接放到床上 直接打点滴 因为其他四个兔拉 倒已经虚拖了 那原因其实很简单 他们今天去海边 那今天去海边的时候 想说那不要在海边附近 餐厅买东西太麻烦了 所以就自己去找食物 那哪里可以找 这是百货公司超市了嘛 那他就到百货公司超市 那个生鲜区 那那边有生菜沙拉 有生鱼片 全部都是生食 然后都是冷冻 他们想说他们有带一个小冰库 所以没关系 结果就这样去 就去完了 那那个东西在那边 在海边那么热 又那么脏 你也不会洗手 再去吃那些东西 这样拿出来拿进去 拿出来拿进去 就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结果第一个有症状的男生 他就觉得他肚子滚尬 他就到海边 他就往里水里面一泡 他以为他是要放屁 就发现不对 绿色的水从屁股流出来 他吓掉就觉得很不好意思 还好旁边没有人看到 他赶快冲去他们的棚子 就发现其他人都不见了 原来大家都已经到厕所去了 就肠胃都有问题 都有问题 后来就是那个 唯一没有吃的那个人 他在后面善后 那他后面善后 然后把大家带回来医院 所以提醒大家 夏天到了如果出去野餐 真的要熟食 熟食 而且熟食都可能有风险 因为夏天天气太热了 即便煮熟的东西 如果温度很高的时候 熟食都可能食物变质 对而且说我们台菜的经典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台菜是没有生食的 大家仔细去想 其实我们祖先的智慧 很告诉我们说 台湾的这种气候 是不适合生食的 因为太热 对那这些人呢 我们在急诊室 他要做一个东西 就是公共卫生的 那个食物中毒的通报 因为只要是两个人 以上吃同样的东西 都算 然后发生了肠胃炎的症状 就算是食物中毒 那可以是感染 细菌啊 病毒啊 或寄生虫 或只是一些细菌里面 产生的毒素 都可以叫做食物中毒 对 好那接下来 我们龙师傅 也要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龙师傅 今天要烧的台菜是 海黄食锦菜 对海黄听起来是很厉害 对以前传统在半桌 是叫做那个 菜尾汤 菜尾汤 对应该有听过 对我父亲那个年代的时候 为什么会叫菜尾汤 因为其实以前中博菜 在半桌的时候呢 就是说你从前面到后面 备料完就有很多 像什么高丽菜 或者是白菜的叶子啊 然后一些切下来的肉啊 什么木耳笋丝等等 他最后会煮成一大锅 全部丢进去 大杂烩 然后像那个鸡汤 那个油都捞起来 弄进去 然后最后就给主人家 就是菜尾汤 他们吃的那个非常圆满这样子 以前那个时代是这样子 就比较不会浪费食材 对对对 好 那我们准备很简单的白菜 对那我今天准备的话 就是把这个白菜 这梗的部分稍微把它切开 那这是叶子的地方 有两个需要两边的 比较不同的做法 好那这边呢 待会这边白菜 先放点这个油在里面 梗的地方 我们先直接让它均匀的 沾附一点灼亮的油 对对对 好那这边里面也是搁一点的 这个烹调用油 对 那主要这里呢 有几样东西 在台菜里面爆香 它是一个很基本的 一定要有那个香味 那例如说第一个这个香菇丝 这香菇丝就先放进来爆香 因为香菇它本身的 经过爆过之后 那个香气非常的非常的棒 好 然后呢再来就是这个 来 这个是油葱 好 油葱放点 这个是传统的台式油葱 对就是买新鲜红葱头 因为你在家里的量比较少 就是用炒的就可以了 就放一点油 然后把它炒得像这样金黄色 好 然后再来就是蛋酥 传统是用很多的油去炸 但是这个可以用一点的油 然后鸡蛋整颗下去用炒的 炒得像这样子 所以为什么传统的那个菜脉 很像北菜肉 很像北菜肉 因为它们很多元素很一样 对不对 因为白菜蛋酥香菇 这都是同一个元素 这都很基本的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先让它炒香 然后也不要全放 那在这个白菜根的部分放点油进来 对 好 对 放点油 多亮的油 对 然后这个时候一样让它先拌好 对 稍微炒一下 因为白菜其实它里面的水分很多 对 我们千万不要先不要加水进去 先大概炒一下 让这个白菜它的油脂 还有它的水分 可以稍微给它释放出来 然后这个香气很重要 那再来大概拌一下之后呢 这个叶子的部分就把它放上来 好 叶子的时候放手 所以梗跟叶子分开处理 对 然后梗要先让它挂上一点油脂 对 稍微拌炒爆香一下 待会也熟的比较均匀比较透 对 然后这个时候叶子上去 割一点水进来 好 酌亮的水哦 因为白菜会出水 对对对 因为我们这道菜它不是在做那个 像白菜卤的水那么多 对 它是要一点 我们闫南话才 有一些糖水湿湿湿就可以了 我这边呢会再加一个这个是豆皮 好 腐皮 这个豆皮就是你去市场买那个像 呃 那个市售的那个豆皮把它切 切成那个条状就可以了 好 这个时候就要放进来 对 这个前面就要先放进来 它们这些味道才会加肿在一起 好 这比较一个传统的一个古早味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煮它 我们另外热一锅 对 那在里面呢 因为其实是我今天准备有一些海鲜的东西 像这个是透抽 中卷 然后虾仁跟这个蟹前肉 这个有腌过吗 有有这个肉丝里面呢 就是有加盐巴米酒跟 大概一小汤匙的这个太白粉 好 吃起来比较滑嫩 好 最后裹一点点太白粉 那这个才比较不会肉 觉得又老又柴 对 没错 好那油稍微有点热之后呢 我觉得台菜的这种汤汤水水菜 就是给老人小孩吃了也开心的 对啊 那它都有一点点汤汤水水 比较好咀嚼 那这个是虾仁 这虾仁的话呢 它我没有用什么去腌制 只有加一点米酒而已 米酒放进来 稍微把它去腥一下 那这个就是这个中卷 我们叫透抽 也是把这里面的那个内脏 把它取出来 然后切成这个条状就可以了 那我这里面也是 大概用米酒稍微抓腌一下而已 也没有加其他的调味料 那我们这个蟹肉棒是熟的 蟹肉 蟹肉的话是买生的回来 然后也是用那个热水 把它烫一下就可以了 那这个东西其实 你只要汆烫完之后 但是不要烫太熟 那接着这个蟹肉 也可以放进来的 因为这个汆烫过 获得蒸熟 那所以其实是最后放的 对 没错 好 那这里就稍微 因为其实海鲜本身就有鲜味了 这边我跟大家分享 就盐巴大概 浦量的盐 大概2分之1小时盐巴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胡椒粉 好 多亮的胡椒粉 那我这边炒的已经差不多 已经差不多8分熟了 先把这个海鲜料 先把它稍微火关一下 先不要动 那我这边 那我们来看 我们的白菜果然熟了 而且粗一点汤汤水水 好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白菜熟了 可是汤水并没有很多 对对对 这个不能太多 你看一下 这个白菜它整个 这个吃起来才会甜 它的甜分 整个都锁在这个白菜里面 好 那再来呢 我们刚才讲调料就是很简单 太多你给它 大概也是2分之1小时的盐巴就好了 灼亮的盐 用盐巴把它引出它的甜分 然后胡椒粉 白胡椒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我觉得台菜用很多白胡椒 白胡椒粉 对 那这个糖就不用了 那我这里呢 大概起锅前 我会稍微再加 一大匙的乌醋下去 好 灼亮的乌醋 对 就乌醋 带一点酸酸甜甜的味道 然后我们的海鲜 再让它放进来 再放进去稍微拌一下 对 这个差不多了 你看一下 这个里面水分已经开始 已经 有没有 这边已经都出来了 对 所以你千万不要加很多水 然后变成白菜卤这样 好 OK 好 然后最后来 然后我们把海鲜 海鲜把这个放进来 鲜料进来 对 放进来 那我刚才这边还有留一点的 这个像 淡酥跟香菜 最后拌一拌之后再撒上去 就非常好看 好吃 我们来试吃哦 我们刚吃的时候 就想到以前 不管从小的时候 去跟譬如爸妈带我们 去吃半豆的时候 就是那种味道 也很难讲出来 但是里面的这些 重要的元素 我想油葱酥 加上乌酥 这种菜就是一个非常 台类的味道 非常让我们怀念 而且觉得就生日在这种 台湾家乡 很感动 而且我觉得吃起来 不会是那种很油很腻的感觉 我们讲说 我们讲吃吃这饭 我们一食为天 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 有些不好的习惯 特别小心 那还有人到现在为止 都不知道饮食或喝酒 对身体的一个伤害 个案是这样的 他是南部一个工程师 然后他上班时 大概就是几个朋友 有时下班就会喝点小酒 那他长期来讲 他就是在健检 因为他有点脂肪肝 那GP就长期高 那医生他的那个 厂办的一个家医科 的医师 常常给他来注意这个问题 那后来因为他有逼肝代源 他曾经在六年前 去作为一次超音波 超音波检查说 你有点脂肪肝 而且已经开始有 这个肝硬化的情况 要特别特别小心 因为他有喝酒的习惯 但是没有肿瘤 他认为作为一次超音波 之后没有肿瘤 就永远是没有肿瘤 OK他就是忘了这个事情 直到后来过六过三年之后 他有一次有点黄胆 黄胆之后 他就是又跑到他们这个 厂办的卫生所去 然后另外一个家 一个医师 很快把那个超音波检查看一下 一看到肝脏里面 就一个阴影在 那因为厂办的 超音波检查不是很好 请他到医学院中心去检查 一扫就是一个六公分的肿瘤 而且当场医生跟他讲 这看就是肝癌 然后他肿瘤刚好在这个 我们在肝脏的动脉的旁边 那也去请这个 一般外科评估 一般外科说 你靠近这个动脉 很难开刀 又请肠外科 后来又做栓栓 栓栓了两次 缩小之后 没有完全根除 又过了一年之后 他骨头痛 再到骨头扫描 并发股转移了 股转移开始做化疗 又做标靶治疗 很辛苦 那我特别听大家 就是说这个男生来讲 就是忽略的 其实我们在一般的肝脏不好 又喝酒 又脂肪肝 真的 这个东西来讲 就是一个三部曲 如果你有肝硬化 那我们先给各位的朋友介绍 肝硬化是有一些 当然症状 但是这个是非典型的 你不管怎么讲 比如说你累 你食欲不好 或是恶心呕吐 其实这个对你严重 像刚刚我们提示讲过 这个男性女乳化的症状 就是因为他在肝硬化过程当中 我们在那个 搞固酮跟持续物代谢出问题 那你的过多荷尔满 会刺激乳房 这个所谓的这些乳腺组织 所以男生怎么会有 女性这个女乳化的问题 另外还有些皮肤 我们的蜘蛛痣 或者这个红掌 手掌非常红 下肢水肿 你等到到时 到肌脉区肠吐血的时候 就很后面很麻烦 附水 甚至说我们讲 因为他因为这ammonia高 干扰病变或肝肾病变 所以特别要注意一下 我们真的不希望朋友 已经到肝硬化的时候处理 那那个时候 有时候真的 你要治疗 就只要等换肝 所以我们在很多地方讲 就是说如果当医生诊断 你说你是脂肪肝 你呢有酒精硬肝的发炎 一定要从饮食来控制 那我们常吃台菜来讲 如果是用师傅 老师那种做法来讲的话 油烟糖都不是那么多 纤维素也够多 对肝脏的病变减少 会非常有帮助的 而且陈师要提醒 观众朋友 这些年 因为现在工作生活忙碌 外食人口很多 那所以你们临床上 比方说这个蛋白质摄取过量 或者糖尿病的提早 年轻化的案例也非常的多 在台湾 那个流行病学的调查 我们现在那个糖尿病的盛行率 已经高达12% 你在路上总共四个人 就一个人有糖尿病了 大家都以为说糖尿病 五六十岁才发生 但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子 其实我们门诊 碰到很多年轻人 二十几岁就发现糖尿病了 这些人不是先天性的糖尿病 他们是后天性的 第二型的糖尿病 我们就有个病人 他在二十三岁的那一年 他就他本来就只是 他是个大胖子 然后他一个人在台北工作 在住房子 然后他楼下就是那个通话夜市 所以他就是每天他下班 回家都七八点了 他都会下去买烧烤 盐酥鸡 鸡排这些炸的东西 偶尔加点咸水鸡 这是他跟我讲的 本来就只是在控制高血压而已 可是后来他就有一阵子 他就跟我说 他小便往那个马桶旁边 好像会有长大意出来了 然后他就觉得肚子很饿了 就要喝很多 因为他吃很多 后来就这症状 其实听起来就是典型的 就是吃多喝多尿多 是糖尿病的症状 就血液一抽 他的那个糖化血色素九点多 其实我们六点五以上 就是糖尿病了 他是到已经到九点多 算是比较严重的糖尿病了 所以马上我们就开始 给他药物治疗 他给药物治疗之后 一开始血糖控制下来 可是后面又开始失控了 失控了到最后 就开始打胰岛素 打胰岛素 本来是一天只打一剂 长销性的胰岛素 到时候震见到一天 打两剂混合性的胰岛素 到最后是打到四段的胰岛素 才勉强控制住 可是他还是 在继续发胺之中 他生活习惯也没有改 然后就是他一个人 在外面租房子 家人也管不到他 我甚至尝试联络他家人 说能不能帮忙住在饮食 他都拒绝 就拒绝他的家人跟我接触 然后他也问我说 他觉得你喜欢 他吃的东西都不甜 那为什么他会得糖尿病呢 他吃的都是油炸类的 但事实上这就是一个迷失 我们都以为说 我们只有吃甜的东西 会得糖尿病 其实不是 其实你吃一些高热量 高蛋白质也会得糖尿病 尤其他吃一些油炸类的东西 因为这些油炸类的东西 到了体内之后 就像那油叫比较劣质的油 有劣质里面要省成本 通常都是一些很饱和脂肪酸的 但这些东西在体内代谢了之后 他是一个发炎因子 那这种发炎因子 造成我们体内的 叫做胰岛素的抗性 以前一点的糖分 你只需要制造一点胰岛素 可是到后来 你可能要制造十倍以上的胰岛素 你才可以把它压下去 就造成我们体内的 胰岛素抗性上升 你制造胰岛素越来越多 总有一天 你的胰脏里面的胰岛细胞 会全部都被消耗掉 那就糖尿病了 所以这个安逸就是这样子 到最后他打到四段的胰岛素 勉强控制住 接着他尿蛋白就开始出现了 肾脏病就 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 到时候就变成尿毒症了 而且田医师 你们临床上也遇到过度养生 那结果韩娜跟韩甲的摄取 矿物质都不够的案例 对 那就是有一天 有一个三十岁的女生来 她主述是说 她刚刚办活动太累了 现在头晕全身无力 那我去看她的时候 她还在自拍 就是她躺在床上这样子 我看一看 然后她的眼睛啊 鼻子啊 嘴唇 看来都是整形过的 看来应该是个网红工作之类的 那我就问她说 对她刚刚在办活动 那现在真的很晕 很不舒服这样全身无力 那跟她打一支止晕针 就过了一步久 她说她还是很不舒服 可不可以打点滴 然后我想说 你该不会是想要打点滴之后 再来一个live 跟你的粉丝说 我现在在医院这样 可是她说她真的很不舒服 我要相信她 我想说好吧 凹不过 那万一她真的不舒服 真的有问题 所以我就帮她做了基本的抽血 打上点滴 果不其然 她还是live了一下这样子 她的报告还真的吓到我了 因为她的钠跟钾离子都非常的不够 那就可以解释她的晕跟不舒服了 那要这样的女孩子也没有特别的病史 怎么会钠钾离子不够 其实我们就会去猜了 然后那时候我帮她验了小编 就去猜 你不是自己催吐 就是你吃了利尿剂 那我就问她 她是强烈的据说不可能 我不做这种事情 但是我喝很多的水 还有很多的大明星 他们都是这样 就是不吃盐 我喝很多水 我不吃盐 这样也可以减肥 那我就相信她啦 结果半年后她又来 更憔悴了 这时候的钠跟钾更低 而且她甚至在急诊 有短暂的昏迷 像抽搐这样子 那时候是很严重的 赶快收给那个肾脏科 那肾脏科补了两三天 OK了 结果她又再一次的昏迷跟抽筋 那时候就发现她的床边 有那个药丸 然后再来就是护理师也发现 她会在厕所催吐 所以她除了催吐之外 她那个药丸我们拿去化验 里面其实就是利尿剂的成分 还有就是有一些迷幻药的成分 这些都会影响到 身体的电解值不平衡 那有一些人在 比如说在表演的工作前 因为要让自己很消瘦 所以其实很多的减肥药成分 就是让你先变干 变人干 把那个水分电解值先排出来 可是如果长时间这样使用 你又不是需要的人的话 其实是很危险的 而且小轩医师也要提醒观众 夏天因为温度越来越高 那这个很多人喜欢喝冰水 这个也要小心 对没有错 因为其实因为大家都会觉得 夏天热就来杯冰水 其实很快活 那其实大家我们知道就是说 其实我们很多的问题 就是从吃进来的 那我之前遇多一个30岁的女生 那他是从南部上来工作 所以他都外食 所以饮食也不是太健康 然后夏天他又很怕热 他就很爱喝冰衣 那他来的时候 其实是带着他的那个 HPV的病毒感染的这个报告 那他其实他感染 他是高风险的 那他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 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妇产科医师就跟他说 你就是要把你的免疫力要调整好 那因为其实HPV这种东西 其实他就像一个感冒一样 就是说你只要免疫力好 他有可能可以 就是有些可以清除 那医生要建议他要自动的追踪 就是一年后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是建议他 把饮食改变好 然后把免疫力调整好 让他的这个HPV这个情况 可以比较稳定 那他之后一年后再去追踪 这状况就会比较好 所以其实有时候冰饮 他会让我们的这个 皮虚的情况会比较严重 免疫力会比较下降 所以其实夏天的话 可以的话还是尽量寄口喝长温 让多种水分让热代谢出去 其实就好了 好 谢谢小轩医师的分享 跟丁宁也 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的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的 健康好台菜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po在年代 March台健康好生活的脸书 还有LINE的官方账号的主页 同一时间影片也会上传 我们的YouTube官方的频道 欢迎观众朋友 扫描我们的QR Code 那直接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拜拜 谢谢